十二 澳門日報 澳將參加佛德國泡大學聯會議 2015年7月12日拓文B08本部消息 社會文化師師長辦公失信 社會文化師師長譚俊榮將率領代表團參加本月15至16日 在佛德國普拉雅召開的普語大學聯會第25屆會議 本屆普語大學聯會第25屆會議的主題包括 葡萄牙語言與文學的推廣和發展 以及葡語大學聯會成員面對的新挑戰等 會議將討論在高等教育與文化領域方面建立新的合作模式及策略 加強葡語的推廣 以及促進葡語國家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合作 譚俊榮英佛德國政府的邀請 將出席葡語大學聯會第25屆會議開幕式並支持 此外 將與參加會議的多個普語系 國家的大學代表交流 在佛德國期間 譚俊榮頑章 拜會佛德國高等教育科學 及創新部部長安東尼奧科雷亞籍 以Antu Neukariria Silva 譚俊榮此行頑章 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及波爾圖 分別拜會葡萄牙教育及科技部部長 魯諾克拉圖Nunokrato 以及波爾圖市長瑞莫雷拉 R.U.I.Murira 此外 在里斯本期間 還將與在葡萄牙奏讀的澳門學生舉行聚會交流 隨同譚俊榮出席浦語大學聯會第25屆會議的有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主任蘇潮輝 澳門大學校長趙偉 社會文化師師長辦公室顧問林曉白 簡博文 澳門大學副校長馬許願 旅遊學院副院長殷美娟等